2018年6月25号 尼泊尔雪山学校园住 大雪纷飞 这里是喜马拉雅山 简称雪山学校的 中华贝马桑巴瓦佛学院 孩子们动得直发抖 身上披挂的是 慈祭2015年送的毛毯 他们身上其实就是 单薄的衣服 那紧纯就是可以盖着 这些磁性的毛毯 毛毯不够 两三位共用取暖 台湾志工赶紧打包物资送暖 这三个的尼泊尔雪山学校 我们台湾的这个 尼泊尔雪山学校遭震回 慈祭当时送上毛毯 围巾和赈灾物资 是当时唯一援助雪山学校的慈善团体 2018年索南都节仁姑妾 特别跨海来到台湾 主位圆满心愿 非常感谢 谢谢 这个软起来 这个 正在因缘让孩子能不再受冻 温暖中求学 2011年6月25号 苏州首例人工电子尔直入手术 大家努力就会有希望的 努力就会有希望 今天重度听障小男孩 王兴华 在苏州儿童医院和台中慈基医院 合作下直入人工电子尔 家人很大的力量去教她如何说好 刚开完刀母子都哭了 孩子正在适应中难免好哭 而妈妈则因为手术成功 流下感动的眼泪 这个小孩如果不是 你们大家来帮忙的话 我这个小孩可能这一辈子 他会听不到这个世界上的声音 放外面 对 就是挂在这里 机器打开 等机器打开他就可以听到声音了 三周后大家摒弃名神 因为王兴华将第一次 听到世界的声音 兴华 我想叫他叫我妈 兴华 妈妈叫你 兴华 我相信兴华在未来 既有这个人工的方法 跟世界的接触 会从无声面永生 此际一整个案半年内 两岸医师通力合作 苏州首例人工电子尔植入手术 有声世界 人生大不同 2007年6月25号 大龄祠院圆梦计划 徒步穿梭在村里小巷拜访 眼前的文具和参考书 对弱势家庭孩子来说 都是奢侈品 如果是说在小孩子的教育资源里面 他能够有同样的学习的资源 也许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 以后我在面对来医院的一个个案的时候 我可以更知道说 他们的需求有可能是什么 莫及书桌 台灯 书籍 赖宁生在院内发起原梦计划 医疗真的是很辛苦的 非常需要毅力的工作 但是也需要一种信念 我想是我们整个慈悸系统里面讲的 慈悲的慈善的医疗 慈悲的心 1996年免疫医学博士后返回嘉义 2007年发起弱势童圆梦计划 2012年接任大龄慈基医院院长 以云嘉风施病人文医疗的推手 2015年获得医疗奉献肯定 套砖引玉走出诊间的圆梦计划 持续带动医护 以人为本 守护生命